高雄有一名富人跟我们华氏新闻投诉了 他在网路上买了一种天然指甲花的花粉来染头发 这种指甲花是专门拿来提炼成染发剂的植物性成分 他以为这样应该是很天然很安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想到染完之后呢 他的脸颊脖子都出现了红肿过敏 我们就拿这个指甲花的染剂去做检验 结果发现里面重金属千的含量 竟然超过标准值的五倍这么多 读得不得了 刚染头发的陈太太一肚子气 因为她头发还没染黑 脸和脖子先变红了 看看她头皮和脸颊边缘 一块块的红肿痕迹 脖子上也有小红疹 她一直抓 痒得让人受不了 她说没想到染发剂才刚弄上去 就觉得皮肤又痒又刺痛 陈太太说 她是在网路上买了这颗写着天然指甲花粉的染发剂 她以为里头都是温和的植物性成分 谁知道却反效果 华氏新闻把这盒染发剂拿去检验 这到处来墨绿色的指甲花粉 其实一点也不天然 因为检验报告上头 它含有重金属签的成分 是115ppm 比标准值20ppm多出五倍多 医师说过量的签 确实很容易造成接触性皮肤炎 看着盒子 产地是来自印度的指甲花粉 上面写的黑纳 就是一种植物所提炼出来的成分 把它做成植物性染剂 强调的是过敏性比较低 但这款染剂却演出超标的签 进口厂商回应 他们从印度进来了这批货 但不晓得里头成分会不合格 陈太太现在很后悔 用了这种来路不明的有毒染发剂 换来了一身红肿痒 记者中和报道 三化八卦山昨天庆祝关公